奇怪 家里没人 实验室又没开 那他能跑哪去 该不会真的去找他想好的了吧 你找我 对 就是找你 我有话要告诉你 微信不能说 不能 非要当面说 请说 那个 到底是哪个 不对 我又有什么立场问这种话 毕竟除了清水村 我们早就结绑了 他要是不告诉我 岂不是显得我自讨没趣 那个什么 那个 我不是跟你说 我妈给你带了黑芝麻 还有核桃吗 他跟我说 一定要当面告诉你有好多种吃法 所以我就 我 我 你电话响了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这语气 应该是熟人 朋友圈 那照片我随便发的 现在已经不用了 有 还关心起老娘的照片了 关心照片的不是前女友 就是暧昧对象 研究行走的肯定就是你了 这样 你最近怎么样 还有庄于主动关心的人 肯定是忘不了的前女友 那你自己好好的 这笑是什么意思 对我这副冷若冰霜的样子 倒是会对着前女友笑 怎么了 谁呀 谁呀 没谁 欲盖迷障 越说没什么肯定越有什么 算了 当我没问 我去找别的小朋友玩好了 那你刚才说的黑芝麻核桃 什么黑芝麻核桃 等我心情好了再跟你说 哦 说什么微信不设置提示 我看你回复别人倒是挺奇景的 我们又在看你手机哦 你继续发微信吧 朵朵苍苍肯定又贵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不是前女友就是暧昧对象 你怎么来了 不是电话里和你说了今天没空吗 他是谁 长相匹配率百分之七十 难不成庄桃虽然没有女朋友 但已经有了丝 哥 好的 想多了 小朋友 你好呀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你的名牌吧 庄岁宇 这是你亲弟弟啊 你们家取名字的方式可真特别 我叫庄慧和卫慧 没文化 没礼貌 叫人 不用这么客气 小朋友 阿姨好 小朋友是近视眼吧 今天忘戴眼镜了 姐姐离近一点让你看清楚 叫我什么 阿姨 你才近视 我两个眼睛五点二 两年前测的 是该更新的 对对对 让你哥哥带你再去医院测一下 要去专业的眼科 不然小朋友不专业 阿姨 你也太爱你这俩说了吧 上身射手啊 你怎么知道啊 妈喜欢看星座的毛病 怎么还传给你的呢 原来你上身星座 是你妈告诉你的 嗯 哥 快走吧 哥 哥 嗯 他怎么还知道你上身星座了 哥 你磕开门啊 你离家出走还怕知道吧 哥 我告诉你 不行 神神秘秘 谁想听事 一家子冷脸怪 果然是我想多了 啊 庄宇这样的 怎么会有前女友 哥 嗯 这个阿姨是不是这里有点 别胡说 阿姨 你怎么还不懂啊 哥 你俩同居了 我走了 哦 原来阿姨也住这儿啊 阿姨 是你也能忍啊 多大点事啊 至于这么激动嘛 电视剧说得果然没有错 阿姨让人变得更美好 你看看你 现在整个人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啊 我这还停留在爱情剧呢 怎么被你一下子管到嘉伦剧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感受感受 哥 我在家天地上你做的菜 想就快吃啊 可是 是 好不容易来了 还吃不上吗 我也是好不容易来的 行了 等你眼神变好了就给你做 真的 吃个这个 可爱吧 真的 我房子都租好了 就你那点工资 能租到什么好房子 看看这个房子啊 采光好 比地铁站又紧 我直接找房东租了 都省了中间费 是还不错 那你又何必多花这份钱呢 我这个人啊 最有自知之明了 电灯泡这种事情 我绝对不做 我在这儿 你们俩多不方便 什么方不方便的 出了清水村之后 大家就不是情侣关系了 想见一面还得找理由 更何况 又多出了个小电灯泡 错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可不是电灯泡 在爱情剧里呢 小孩这种生物可是站在 助攻食物链的顶端 你要是搞定了它 你跟庄教授的感情浓度 不得再上好几层 哥 朋友圈里的 不是刚刚的阿姨吧 阿姨 你觉得她很老 对啊 她涂口红了 涂口红的都是阿姨 爸妈还说啊 她是你女朋友 我看呢 就是她们小多了 长到老子算了 还没文化 连我的名字都不会读 你才不会喜欢她 没礼貌 你这名字印得确实是有了开 哥 你作业写完了 那还用说 我说的是语文作业 这我今天的游戏时间 还攒着没用呢 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 一盘游戏都打不完 五分钟 你怎么跟嘉业的程度 是一个影 三分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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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